Hello,欢迎收看公民丁109号的解析特辑 这支影片我们要讲解第48题 这是题目,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先来下暂停 把题目看完再继续看详解哦 这题又是一个依照比较利益分工的题目 所以首先我们要来计算机会成本 所谓的机会成本就是做出选择后要放弃掉的东西 在这里当中就是做一个包子要放弃几个尖角 反过来说,做一个尖角要放弃几个包子 只要放弃的少就是机会成本比较低 应该由它来生产这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概念写来表格上后就可以来计算了 首先,假做50个包子要放弃60个尖角 也就是做一个包子要放弃1.2个尖角 反过来说,做一个尖角要放弃掉0.83个包子 这就是它的机会成本 依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算出乙和饼的机会成本如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在生产包子上乙的机会成本是最低的 也就是说,它不管跟谁合作 都一定会有乙生产包子 我们根据题目来推论,乙就是阿伟 同样的,在生产尖角上面 最低的机会成本是饼的0.8 那么这个人就是大智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论出 正确答案应该是C这个选项咯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题的详解 建议你可以去看看公民丁 关于利用比较第一分工的介绍 或者可以继续看下一题哦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喜欢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 拜拜